国盟亚楼国会议员沙西弹声称 国盟正在努力让首相安华的内阁无法持久 以便国盟可以重新执政 沙西弹昨天为国盟一党巴东四海候选人助选时说 民众不满安华的新内阁 而国盟则获得选民的热烈支持 沙西弹也批评安华委任大选时败选的人入阁 安华内阁里有三人输了大选却受委当部长 他们分别是外交部部长赞比里 内政部部长塞夫丁纳苏丁和贸工部部长东姑扎夫鲁 沙西弹还说 安华的内阁成员都是没有经验和专业知识的领袖 而巫统和新东党有许多能干的国会议员 但却没有受委领导重要部门 他进了语带嘲讽地说 我看到巫统的那些朋友都觉得他们可怜 但别担心 如果他们在联合政府里没有被信任 可以来我们国盟这里 我们会信任他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